萝卜白菜靠边站 这菜要常吃 安神助眠还补盖 老人小孩尤其要多吃 朋友们好 我是李医生 在春天可以有更多的机会 吃到口感鲜嫩的绿叶蔬菜 今天李医生就给大家介绍一种 民间俗称的凤尾菜 也就是我们平时很常见的油麦菜 油麦菜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和大量的钙、铁、蛋白质、脂肪 维生素A、维生素B1和维生素B2的营养成分 营养价值比生菜高 更远远优于窝笋 下面我们具体来说说 吃油麦菜的几个好处 第一,通便排毒 油麦菜含有大量的上食纤维和维生素 使用之后有助于促进胃肠蠕动 加快胃肠到废弃物的排泄 有肉肠、通便、排毒的功效 第二,消止减肥 油麦菜含水量高 是低脂、低热食物 且含有多种的维生素和上食纤维 经常使用油麦菜有助于消除多余脂肪 很适合减肥人士使用 所以油麦菜也被称之为减肥生菜 第三,降低党固醇 油麦菜含有丰富的上食纤维 维生素C、胡萝卜素 和钙、鎂等多种营养物质 这些成分可以帮助我们 消除体内多余的脂肪和糖分 对降低党固醇有一定的效果 第四,保护眼睛 油麦菜中富含维生素A、胡萝卜素 这两种营养素能够保护眼睛 缓解眼睛干涉 以及预防势力下降 第五,促进睡眠 油麦菜中含有一种叫做窝手素的成分 有胺神症痛的作用 对神经衰弱和降低党固醇 也有辅助疗效 所以经常吃油麦菜 有助于消除紧张 促进睡眠 那油麦菜怎么吃才最好呢? 医生给大家推荐 芝麻汁油麦菜 做法如下 我们准备材料 油麦菜300克 芝麻酱一大勺 椒盐少许 醋20克 花椒粉半小勺 生抽 香油 各一勺 做法呢 第一,先将油麦菜切去根部 用水洗净 控干水分 备用 然后切成小拇指长短的段 第二 找一个小碗 倒入满满一大勺芝麻酱 加热呢 一勺香油 搅拌均匀 再加热生抽15克 醋20克 搅拌均匀 要边倒边搅拌 不可一次性的倒热 第三 再根据吸稠程度 加热涼开水 把芝麻酱呢 调整到用勺子摇起来 可以流动 最后搅到油麦菜上 即可 在冲天没有胃口 不想吃饭的时候 不如坐上这么一道 芝麻酱拌油麦菜 简单快手 清爽好吃 好了 朋友们 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你一声点赞分享 感谢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